哇 這個實在是太天才了 國民黨拜王之相 拜相已漏吧 這句話 你看講到多好 民進黨在攻擊 國民黨不是在防守 睡覺 睡覺 我都懷疑是不是故意放水耶 萊豬怎麼會輸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怎麼算萊豬公投都一定會過啊 各位我沒有算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張亞中講這話讓我猜想 哎呀糟糕啊 歡迎復婚旗回黨 對不對 復婚旗回到國民黨的時候 他怎麼講話你知道嗎 他說 朱利元是什麼 劉邦 劉邦 朱利元是劉邦 為什麼變劉邦了 舉例說他的講法說 這個是復婚旗講的 他說這個黨主席是劉邦 大家一起要來追隨劉邦 然後他講的意思是說 至於這個 反正他就講馬英九是崇禎 你罵你的前主席 罵你的國民黨的馬英九 馬英九是我的原告喔 我跟他打官司我輸給他喔 我要判賠150萬喔 你知道嗎 我跟馬英九官司 打了很多年官司 我跟他並沒有什麼交情 但是我們要確定第一 第一個他是過去的元首 他沒有貪污啦 即使是今天陳水扁當過去的元首 我也很少罵陳水扁 陳水扁對國家也有貢獻 馬英九也有貢獻 馬英九對兩岸關係 至於說和平度過八年 開啟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這個事情不管我贊不贊成他那個階段 但是這是一個重大貢獻 這個有目共睹 你去污衊你的黨主席 因為馬英九把復婚旗開除黨籍嘛 你開除黨籍的人 結果李朱立倫搞了一個同舟計畫 把復婚旗搞回來 他就把它形容成崇禎皇帝 你不要拜託一下 副縣長啊副立委 你怎麼可以搞個 我們怎麼罵阿扁 沒有把阿扁形容成崇禎 崇禎最後怎麼死的 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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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死眉山啊 你不要說一個外人盡上的嘛 對不對 這麼把馬英九罵成崇禎啊 然後這個怪咯 這個國民黨怪事你知道嗎 當復婚旗罵馬英九是崇禎皇帝的時候 我告訴你喔 朱立倫沒有講話 朱立倫怎麼講你知道吧 朱立倫對復婚旗的說法他講一句話 他說對我對個人發言 我不對個人發言語語回應 你這媽混蛋你知道吧 朱立倫是混蛋 為什麼混蛋你知道吧 當他侮辱到你的馬英九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沒有一個人喔 出來幫馬英九辯護喔 沒有一個人出來指責 傅婚旗這個發言不當喔 這不像話的一個發言啊 那你這種政黨你看看 當然馬英九對付你也很簡單 就把你這個公車廣告你就除名喔 所以你看他怎麼樣 分裂的國民黨 一個沒有規矩的國民黨 一個跟黑金掛鉤的國民黨 然後你搞了半天 你朱立倫到今天為止 他最後今天看到我們的民調以後 大概嚇壞了 他說1217去睡一天 1217去睡一天 1217為什麼1217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要投票 1217去睡一天 然後第二天早上被蚊子咬 爬不起來怎麼辦 所以他根本就胡說八道 所以因此國民黨 那你要反正從現在開始睡到1217嘛 所以問題就是 我原來講的是國民黨拜的嘛 國民黨拜王之相 拜相以露嘛 他不可能再有人力復興國民黨 因為我跟朱立倫見過面嘛 朱立倫見面只問我一句很簡單的話 什麼話你知道嗎 朱立倫問我說 執家兄你看齁 我們這個國民黨要如何復興啊 我跟他講兩件事情 我現在重複我跟朱立倫私下 我在他辦公室安和路辦公室私下談話 我只講兩點 我說朱主席 因為我知道在野黨如果不強弱起來的話 就變得很慘的一件事情 我們媒體變最慘 因為我們媒體要衝到第一線被人家告 因為我們看不過去跑出來 然後朱立倫怎麼過關 我回答朱立倫兩個條件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清晰的論述跟主張 你的國民黨論述很清楚 你的兩岸論述什麼東西非常清楚 第一個主張出來 第二個要有意義的勝利 中二打贏了對不對 馬上會有四大公投一定過關 國民黨就中心的起來了 我並不會投給國民黨 我絕對不會參加國民黨 我一定是反國民黨 我講坦白了 我怎麼可能 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是支持國民黨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怎麼到今天我一看 四個公投全掛 怎麼有這種事情發生 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這個執政 你國民黨剩27.8%的支持率 怎麼可能 你剛剛才贏了一個罷免案 你這個四個公投掛掉的話 你朱立倫就掛了 他還想選總統嗎 你看看民進黨選總統的人企圖心多強 都拚命的 都用生命在跟你拚 結果你再跟傅貴搞在一起 去侮辱你的馬英九 馬英九怎麼講 還是你國民黨目前最重要的資產 我跟他是不友好關係 但是我們是這個東西很簡單 世代夫無私交 公歸公私 我跟他沒有私交 但是以公允之言來講 馬英九對台灣當然有貢獻 居然沒有一個人出來講話 徐小新現在在線上要講話 沒有 他問問問題 小新怎麼講 有問問題 小新有問問題 好那我們這段就OK 先感謝網友的董內 感謝網友缺越徐藝人的董內 徐小新也在線上 小新說選舉只吃老本是不可能贏的 結果現在是民進黨在攻擊 國民黨在防守 徐小新真心話 徐小新真心話 這句話你講到多好 民進黨在攻擊 國民黨不是在防守 睡覺 睡覺 我都不知道 我們在防守 哪有防守 睡覺 一定贏到睡覺 害死人 莫名其妙是 國民民進 國民黨在睡覺 因為輸贏這個有意義 我們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贏的有什麼意義 我看了就不會贏 全掛了 唯一的一個 甚至於我講難聽點 Betty我講個更噁心的話給你聽 張亞中說朱立倫是美國憲民對不對 我都懷疑是不是故意放水 媽的萊豬怎麼會輸成這個樣子 媽的這個美國憲民真的有問題 沒有想到這個 劉寶也講的對 如果三四個公投 過了 輸了三個 過一個萊豬公投 朱立倫怎麼跟美國交代 混了 完了 2024怎麼訪美 就沒有辦法 美國一定把你趕出去 你過來選舉前要訪美 對不對 所以朱立倫我覺得故意 放水 朱立倫試大忌 試大忌 美國憲民嘛 我現在講白的就是這麼回事嘛 對不對 按照今天的這個數字 還有機會過啦 然後呢 他目前是有6.4%的優勢 可是我現在面臨到兩個問題 我現在擔心兩件事情 為什麼我在這邊 在這邊苦口婆心的喊話嘛 我要得罪誰 我得罪AIT嘛 得罪美國人嘛 我要跟他幹嘛 因為我怎麼算萊豬公投都一定會過啊 可是我沒有算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朱立倫那麼弱 不是美國憲民嘛 我沒有算到美國憲民這一招嘛 朱立倫放水 把張亞中講這話讓我猜想 哎呀糟糕啊 什麼 他在幫美國人護航嘛 他要選總統 他乾脆 所以劉寶街長很對啊 四個公投全掛 他就掛就掛算了嘛 四個公投 只有萊豬一個過 哇 美國人要幹他 美國人要修理他嘛 你的出去人搞我嘛 所以我 那我當時的判斷是用 民調正常來判斷 我怎麼想到會有人出現現民搞你呢 對不對 對